真是的 公子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不好意思 把你弄成这样 姑娘 你刚才一个人在野外 有什么事啊 小妮子前去探亲 走到半路迷了路 所以 原来是这样 小生踪相若 敢问姑娘贵姓方明啊 小妮子叫小姨 小玉姑娘 曾公子 我在这里会打扰你吗 哪里哪里哪里 这儿呢是我的书斋 平时呢我就在这里读书 那曾公子 应该是官坏人家 非也非也 那应该也是负债公子 万生只是一届穷书生而已 原来如此 跟小玉声势差不多 姑娘 你 你有何心事啊 啊 没事没事 过年东望路漫漫 雙袖隆中淚不甘 馬上相逢無止筆 平均傳語報平安 少小離家老大回 相依無改令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孝問各從何處來 尊公子你的詩寫得實在太好了 小玉姑娘你過獎了 真的不過你的詩每一首都有一種悲傷淒涼的感 小玉姑娘能知我心者非你小玉也 尊公子你 小玉姑娘佛學多才真是世間少有啊 宋公子一再敢取笑小玉 小玉可回去了 小玉姑娘如果不嫌棄我的話 在小生的書斋小住幾日怎麼樣 正所謂男女有別這樣不太好吧 那麼小玉住何處不如小生到府上提親 你看怎麼樣好不好呢 小玉姑娘恕小生之言令小玉受驚了 小玉姑娘 自從我們在郊外相遇之後 我對你是一片清心 雖然我們只相識了幾個時辰 若兒吃飯了吃飯了 娘你竟然身體不太好 應該在家裡休息休息才對嘛 我已經沒事了 好幾天沒見到你 有點想你了 娘你想孩兒 叫人叫孩兒回去就是了 何必自己親自來呢 若兒娘知道你孝順 伯母您好 哎呦若兒 這位姑娘是誰啊 娘她叫小玉 小玉姑娘你好 好 娘孩兒要和小玉成親 什麼 娘 你聽我說 自從今天在郊外和小玉姑娘相識之後 我就對她一片清心 雖然我們只認識了幾個時辰 但是孩兒願意和小玉共度此生 小玉姑娘 是 伯母 你叫我小玉就行嗎 娘 小玉 我們宗家雖不是什麼官患人家 富有人家 但總算是書箱門地 我家若兒即將赴金港考 老實說 我真的十分喜歡你當我的兒媳婦 但是我不希望 這次若兒因為成親的事而耽誤她的神聲 你明白嗎 小玉明白 小玉 你不明白 娘 小玉 我想請你為她考取功名回來後再成親 這樣可以嗎 伯母 你 你叫小玉如何自處 小玉 你還不明白我娘的意思嗎 你 你覺得如何呢 若兒 小玉是姑娘人家 你太直接了 好了好了 若兒 娘先回去了 飯才涼了就不好了 早點吃吧啊 孩兒知道了 小玉 若兒交給你了 是伯母 做什麼事都要講分寸呢 娘娘 孩兒送送你好吧 來 若兒 切記我們是讀書人家 做什麼事都要講究禮 明白嗎 孩兒明白 孩兒恭送娘 好 我把我的萌心 烙印在那紫卷上 忘博得紅年一孝 隱玉山河 指成日月 生則同經 死則同學 死則同學 若郎 小玉永遠永遠都是若郎的人 世事不移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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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邊兒 景色多美啊 是 來 我們去那邊兒再看看 好 來 那邊很漂亮 來 小玉 對 你看 你看 這景色多美啊 多漂亮啊 還有很多的金魚 景色多美啊 是啊 是啊 一會兒我們去看看 你看那金魚 是啊 相公 小玉 小玉 我在這兒吧 啊 我在這兒啦 你嚇死我了 哈哈哈哈 小玉 你看那邊兒 那邊更漂亮 它這邊呢 是連成一片的 來 好 我們等會兒呢 有時間我們再到那邊再去看看 好不好 那邊的景色啊 比這邊可能還要漂亮 是啊 一會兒我們去看看 好